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 用我们的两个手分别把它 捏到一起 捏到一起 怎么样 好像还可以 是吧 还可以 好 然后我们就放在这里吧 然后蘸一点面 放在这里吧 好 我们第一个手工的水饺已经包完了 好 那我现在教小朋友们第二种饺子方法 叫做铃铛水饺 我们先拿脚皮 然后放一点 放一点多 没关系 放一点饺子线进来 然后呢 我们大概在三分之一的地方 给它对折一下 三分之一的地方 给它黏一下 已经出来了一个角 放一点点水 如果饺子皮不是很黏的话 可以放一点水 我们这样 已经出了一个角了 对 然后我们再把这两边 就是一个三角的形状 哇 很快 其实也挺简单的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要把它形状调整一下就好了 还好吗 挺好看的 还好 我们这是第一个铃铛的水饺 这个像风车一样 对 像一个风车 好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第三个饺子 那我来包一个圆宝的吧 好啊 圆宝的很漂亮 圆宝的 来吧 哇 我包的饺子量好足啊 好 然后呢 我们把它依然是对折 嗯 然后把其他的这一些 全都把它捏在一起哦 对 紧紧的捏在一起 然后还是很简单的哦 我们只需要把它的这两边 再对折一下 哦 让它们黏在一起 我们再加一点水 嗯 哇 哇 一个圆宝 很漂亮哦 如果是金色的它 它就是 鸡圆宝了 对啊 好漂亮 好 我们就把它放在这里 下面呢 我再教大家 怎么包花边水饺 嗯 小朋友们不熟练 可以放少放一点线 那我们还是把饺子皮对折 然后 像琪琪的圆宝饺子一样 两边都给它捏上 只要把它捏上就可以了 然后 还要再进一步的操作 对 然后我们才要再做我们的花边 花边呢 就是我们把它给 用大拇手指头一一把它给按进去 哇 这样我们的花边饺子就做好了 好 很像月亮 像太阳一样 对 好了 我们的花边饺子就做好了 好 那我们最后一个呢 其实是跟另外几个有一点不同的 对 因为它真的特别大 对 然后呢 它有一些 嗯 是敞开的 对 它必须得 蒸或者炸 对 或者煎 所以呢 它不是很适合煮 对 对 我们今天就做一个造型给大家看 嗯 我们需要准备四张或者五张饺子皮 我们这次做四张吧 来吧 嗯 好 好 然后呢 嗯 我们再放上饺子馅 来吧 要放上很长的一条哦 小窝 对 放比较细长的一条 好 接下来就是很重要的一步了 嗯 我们要把它卷起来 对 来吧 我们一起卷 来咯 要卷一下 好 对 要包着我们的肉馅 好 大概卷到这里 对 然后呢 我们还要侧面来卷 对 提起来卷好了 啊 像花卷一样吗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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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很成功耶 像一个玫瑰花 像一个玫瑰花 好漂亮 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玫瑰花饺子 太成功了 这个玫瑰花 哇 这好漂亮啊 哈哈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 做更多的饺子 然后准备 吃饺子 对 对 我们的饺子已经全部包好了 嗯 现在我们就要去下锅了 走啦 走啦 我们的饺子已经煮好了 我们现在来尝尝吧 尝尝味道怎么样 嗯 嗯 你觉得怎么样 还不错哦 我觉得很赞哦 嗯 好棒哦 自己做的很有成就感哦 嗯 小朋友们今天的五种饺子 你们都学会了吗 对啊 学会了不要忘记给我们留言哦 嗯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我们继续吃饭咯 拜拜 趁节快乐 趁节快乐 都想要不要 猜猜猜点 staying хот